各位主人你们好我是小爱 欢迎来到AV日本教室 每天一部小电影生活多姿又多彩 今天是介绍一部在大街上找小姐姐的电影 这部番号KBGV004的日本AV 讲述设置队在街上面找不同的小姐姐 今天设置队来到来到一家便利店的门口 他们发现店里面有一名少女 她穿着一件蓝白色毛衣服 在店里面看着书籍 看了很长的时间她终于走出店外 这个时候设置队看准了时机 立刻上前和她交谈 设置队的员工在想 少女在便利店中看书籍 就像在浪费时间一样 与其在店里面浪费时间 倒不如和设置队一起 在工作室里面开心一番 在交谈的过程中设置队当然成功 得到了这名少女的信任 只有设置队和她一起到了工作室上 开始和她进行一点交涉 原来这名少女是单独住在家里面 在没有事做的时候 她就会独自走到便利店看书 设置队就直接开口和她说 在设置室里面和她开心一番可以吗 少女很快就答应和设置队进行活动 少女打开她的上衣时候 设置队也感到惊讶 一件普通的上衣里面 竟然收藏住美丽的内衣 再加上少女的风骚样子 立即打设置队的所有人迷住了 原来一名寂寞了那么久的单身少女 得到了开心的一刻 简直就是完全解放一样 不知道各位主人们有没有试过这一类型的少女 不知道主人没有没有像设置队一样的能力 随便在街上都可以找到一名少女去兜搭 在今次的电影中不知道要开多少次 不过各位主人要记住 一天做运动最多只可以做一次 如果不是的话会令身体受损 希望各位主人小心身体 如果想知道之后的事情发生 主人就要自己上网搜寻一下了 如果对荆棘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小爱的YouTube Channel 小爱也会很爱各位主人 每天来依泡生活才健康 希望各位主人们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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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